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 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 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 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 如果我问你什么 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奇 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 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 如果就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你是否让他酣睡不再彷徨 变形机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 这个帅气的城里还在 非同一般的暴躁 简直像一个日式炸弹 这个乡下孩子居然如此热爱环保 这些肉的垃圾实在是太多了 不得不清理一下 居然把金城当成乡下 居然比城里孩子还要潇洒 这七天 他们到底发生了怎样刻骨铭心的经历 我再也不来找事了 不清 我第一次有这么多人为我打热爱 不倒震 新天气 我 我把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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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如画 人魅如玉 这里是号称美人谷的四川丹巴 在墨尔多深山之畔 白雪哀哀和小桥流水 红墙绿树交相会应 恍若世外桃源 距离丹巴两千四百五十公里的地方 是中国的首都北京 气派 神秘 魅力非凡 是这个城市的满意 他像一位尊质 他像一位尊贵的长者 又像一个活地无限的青年 对丹巴孩子和酒瓶来说 这片熟悉而绝美的山里 快乐无处不在 天上飞都是什么 娘 爱 女 董 我把还能散步 你收到了很麻烦 用天来成一遍 中国的来说 丹巴美人谷的山上盛产石头 是盖房子的最好原料 但是采石却是一项极苦极累的活儿 村里的年轻男人 大部分都出去打工挣钱了 喝酒瓶的爸爸因为放心不下孩子 就留在了家里 当初买采石集结的四千多块钱 到现在都没还清 再加上年迈的母亲 两个读书的孩子 和爸爸这幅厚实的肩膀 得扛起所有压力 对孩子我们从来不讲 我们这样辛苦也就是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只要好好读书 多说点知识 对他自己有用 早上七点半 同学们都神情气爽地开始了新的一天 但我们的摄像机却一直没有找到焦点 一直等到快八点 一个睡眼惺忪的大高个儿 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镜头中 他就是本期变形机的城市主人公 胡正瑶 三个再说 我去吃早点 你还去吃早点 现在去吃早点 没吃早点 又是十分钟过去了 胡正瑶碰到了同班同学 见最好的朋友叶志祥 两个人连迟到都充满默契 到了教室门口 兴许的叶志祥 很低调地低头走向座位 胡正瑶却若无其事地 拿着饮料招摇而过 正在讲解试卷的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 很吸烂了 来 过来过来过来 第一个你知道 如果迟到了 应该怎么办 进班的时候 含苞盖 对 第二个就是 这个杯子你觉得进班 还能再喝饮料吗 可以 可以 谁说上课可以 咱要问一下全班同学 你拿出去啊 在民口 喊包告进来 拉我不会喊包告 我教你啊 好啦 不用讲 胡正瑶的态度 让老师下不了台 我们以为接下来 应该是老师更严厉地训斥 没想到 正常教学规则 教学规则跟我有个屁关系 你跟我喊这么半天 我还没生气呢 那好吧 那你先回备 行吗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的 我问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你让我站在这儿 我还是我不喊包 我怎么滴吧 回去啊 把你卷子拿走 回去 卷子是吧 扔了怎么滴吧 扔了怎么滴吧 你不给我叫劲吗 看谁叫我劲 拍《变形记》以来 我们见过各种不听话的孩子 但是像胡振瑶这样肆无忌惮 公然挑战教学秩序的 这还是第一次 继续 他似乎还没想到 要让这场不光彩的表演 结束得太快 这个你要表明你的观点 第二个你要对这个问题 告诉你 你今天谁来都没有 我就跟你降任了 我就不走了 怎么滴 不走 你来读一下 是什么关系 坐呀 坐呀 那我要你站下来 你赶紧去是不是 坐呀 你赶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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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德裔主任 接到报告后 匆匆赶来 总算平息了这场闹剧 老他扔我 老他扔我 过来 你撕老师卷子 你们法不贪了是吗 撕老师卷子 咱 你是教导副中 历史上第一位 早上那场闹剧 让胡正瑶 又一次成为众矢之地 这孩子写的 同学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 向老师表达了慰问 影响了师生的感情 使班内不和谐 影响了他人的学习 有一种想上去 就给他一巴掌的冲动 当然 发生了这种事 家长也很快就会知道 胡正瑶的妈妈在震惊之余 也是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原先还打过他 就是现在已经打不了了 他一打就是往外跑了 隔散差无热事的胡正瑶 胡正瑶 早已经是北京交大负重的名人 他已经肆无忌惮到 不愿在镜头前丝毫掩饰了 这些语门课 他和叶志祥溜出来 快乐地打起了篮球 你怎么不上课呢 按照规定有处罚的没有 有啊 你的意思他不敢处罚你是吧 敢嘛 臭血 这老师你有一个怕的没有 没有 没有啊 西耀燃我怎么看 何酒瓶很怕看到家乡变脏 在美人谷长大的酒瓶 对山里的一草一木 都碍到了骨子里 少年有着跟同龄孩子 不一样的梦想 在城里被视为时尚的环保意识 在这个少年身上流露出来的 却是那么朴素自然 所以 喝酒瓶每到周末都会背着自己的小碑楼 在山林间到处转悠 实施他的美丽计划 他们在说这种垃圾落大 就是埋到图上 三年不生长东西都是 杂货铺前面垃圾满地 酒瓶子又看不下去了 对 嗯 其实这是小妹子嘛 就是 这是很容易点垃圾桶 大家就不乱生垃圾了嘛 何久平知道 乡亲们对他捡垃圾很不理解 甚至还笑他是个垃圾宠 你这个垃圾叫个搞啥子 嗯 保护 我们家 保护这里嘛 嗯 我们这里这么美丽 不能拉起 何久平说 给家乡当清洁员 还好处多多的 第一是保护了这里 保护了这里的环境嘛 第二也是锻炼了我的身体嘛 胡正瑶调皮捣蛋 让很多人看不顺眼 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 却让他赢得了不少人员 比如说他出去跟同学玩 基本都是他在请客 花钱的时候最爽 飘飘然 感觉飞一般的 但是你自己去挣个钱吧 没有 胡正瑶花钱的本事 在同龄人中绝对是佼佼者 还在上五年级的时候 他就创造了一项 两天花光五千块钱的记录 买了个新手机 他有手机 花了两千多块钱 所有的女朋友 那时候他不懂嘛 买了个白金项链 花了一千七百多 给他自己买了个小项链 他花了六百七七百块钱 这就差不多了吧 爸爸大怒之下 给了胡正瑶一巴掌 挨打之后的胡正瑶 又一次展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他竟然打110报警 这次报警事件的结果 是爸爸再也不敢轻易对儿子动粗 而胡正瑶花钱的本事 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刚开始关键局有点错误 就觉得 不能让儿子 再重复我那样的童年 也没有必要 你说我们奋斗为了啥 还不是为了孩子 那所有的中国家长 不都这么想吗 特别是他爸爸 告诉他儿子 基本18岁以前 你想要什么都给你买 晚上一直很忙的爸爸 难得早早地回家了 虽说平常一般都是妈妈给零花钱 但相比较之下 爸爸出手要大方得多 胡正瑶决定 要好好地把握住这个机会 爸爸 我们也要经费 不行 你给我经费1200 我都给你预算好的 送我吃饭 八个人 每个人50块钱 400块钱 唱K300块钱 晚饭是 每个人自助团60块钱 700加400 1180 1200块钱 趁着气氛不错 爸爸问起了 刚刚结束的期中考试 多少块吧 不知道 没看见 给我钱 那你学习什么 初三在努力 不玩不玩 给我钱 给 让我们奇怪的是 爸爸似乎很享受 儿子的这种撒娇 那给我 就换一点点就不行了 你真的 吃得当爸爸了吗 你给我 应该说 这个一米八三的大男孩撒起胶来 撒起胶来 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爸爸妈妈很快 就又一次乖乖就饭了 吃饭 这次给 以后不提前打招呼 得喜 知道吗 轮你轮你 诸女小 爬起 爬起 哪里 要先 的人 来 我带你 这是我带你 你 您 我需要担心 哪些能力 轻易 驯救 二 四 五 七 8 十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親二舉拿了一千二百五十 佛祖 佛祖媽媽 佛祖爸爸 你說有什麼脾氣 怎麼辦 就別有脾氣 有脾氣變得 胡登堯就是 無學無數 花錢天下第一 佛祖平也有零花錢 他的收入來自於在山下讀初中的哥哥 就是他說 如果有錢的話就給我一兩塊 讓我去買他 哥哥是佛祖平的偶像 不僅因為他長得帥 成績好 還因為他好像什麼都會做 你這是做什麼嗎 這些城裡孩子 早就當垃圾扔掉的舊貨 在小哥倆手上 成了最有意思的玩具 這個是學校生的 這個是裝畫筒的 爸爸這對他肯定有用 他會找到靈感的 在哥哥的幫助下 和酒瓶的自製小型風扇 終於大功告成 他細思思的到處展示自己的發明成果 你最想和誰互換生活 編輯L加你享受的話 到1066-988-08 降到快樂編碼2014 激活iPad mini一台 變形劑由不怕曬曬不怕 美孚寶防曬系列冠名播出 吳正堯參加變形劑 原來心裡埋藏著小秘密 我時候都不見了 就是後來他自己吹出來的條件 要多買包 一股成績輕 不也要了4S嗎 當然也不要 他爸就滿心以為也會不要的 知道嗎 成立公司拒絕拍攝 老爸展開金錢攻勢 加一千 希望把絕股加多少 加兩千 可以考量 這是一個怎樣盛大的山村歡送牌 好 告別丹巴 山里娃為何山依然累下 我對不起 美孚寶變形劑 下節更精彩 繼續 變形劑由不怕曬曬不怕 美孚寶防曬系列冠名播出 一大早 奶奶感覺有些不舒服 早飯都沒有吃 何酒瓶一個人跑到廚房裡忙活起來 奶奶只想吃饅頭 我在饅頭裡面放了一點雞蛋 她應該就吃得下去了 家裡的雞蛋 都是特意留給正在長身體的何酒瓶吃的 可是董事的她 經常偷偷地把雞蛋省下來 就是奶奶嘛 她就是生病嘛 從年又生病 所以拿了雞蛋不生 生死了 中間這一大 和酒瓶土法上馬 做了一個像模像樣的漢堡 可是奶奶一看 裡面竟然有雞蛋 有點不高興了 初期了就在買茶 每當娃娃都熟起 喝酒瓶哄著奶奶吃漢堡 這應該是奶奶吃過的最洋氣的早餐了 來我來我來我去 哥哥今天又要下山去學校了 出門前 哥哥又把何酒瓶叫到了一邊 這十塊錢轉來轉去 最後還是回到了何媽媽手裡 你不用了 我不用了 你用吧我來 我們家也這麼窮人 不用了 再見 下周六見 周六見 終於一路上走 八路十走 一直在屋裡休息的奶奶突然出來了 手裡還拿著十塊錢 我不用 我不用 不是 我自己給我 原來奶奶以為何酒瓶剛才在向哥哥要錢 心痛孫子的奶奶把自己省吃減用的私房錢拿了出來 救命 不是 我來剛才那個錢嗎 是 我自己給我了 這個錢 你說 怎麼辦怎麼辦 這個 這個 一直到小學五年級之前 胡正瑤都是爸爸媽媽的驕傲 玩電腦 玩得非常好 各種軟件它都會用 很可愛 從幼兒園一直到小學五年級這個階段 基本還是挺上進一個孩子 小學五年級 胡正瑤一直是班上三號學生的有力競爭者 但是五年級時發生的一件事 改變了這個少年的成長軌跡 一次體育課 一個同學不小心把球踢到了胡正瑤身上 年少氣盛的她 追上去就推了同學一把 可能體育老師只看到她推了那孩子 然後體育老師上來就把胡正瑤 可能打了她胸口一拳 深感美趣的胡正瑤 馬上給爸爸打電話求援 爸爸趕到學校後 跟老師的交涉很不愉快 情緒激動的爸爸甚至還抱了警 但我覺得處理的方式有點不太對 就是你不能當著孩子面 去指責老師如何如何 那她的權威就沒有了 眼看在原來的學校待不下去了 爸爸媽媽給她轉了學 但是情況並沒有好轉 老師也找不到辦法 老師也沒有辦法 家長也沒有辦法 就是這樣一種狀態 你不知道她能接受什麼樣一個辦法 胡正瑤的爸爸媽媽都是苦水裡泡大的 正是曾經的苦難才激勵他們辛苦創業 如今他們在北京經營著一家規模不小的公司 正謀劃著上市 事業上越來越成功 兒子卻越來越難以管教 這是媽媽心頭最不能觸碰的傷痛 是啊 所以你就找不到辦法了 因為心疼孩子 和爸爸一般不准小酒瓶到菜市場來 和酒瓶有幾次想來幫忙 都被他罵了回去 他把孩子的時間盡可能地留給了學習 我們注意到 在一旁偷偷看著爸爸辛苦打著石磚的喝酒瓶 眼眶都紅了 這個懂事的孩子知道心疼爸爸了 你怎麼啦 妹妹 你拿什麼 水嘛 啊 這是茶 好 茶給你爸爸 好 好 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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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的實料實在太多了 眼看和爸爸一個人怎麼也忙不過來 懂事的小酒瓶默默地幫起了忙 這一次爸爸什麼也沒有說 對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啊 菜市場瓶漫的灰塵 是何酒瓶最擔心的 他隱約知道每天吸入這種灰塵的後果 小酒瓶很怕結實的爸爸有一天會倒下 就是怕爸爸病得了嗎 我對不起孩子 你讓他從小就乾淨了 這個方法來為我承擔分擔一定的家務能力 我要把他們爭取 對屋上好的學校 對屋上有知識 對他們自己有好處 這些聰明可愛的酒瓶子 在鏡頭前第一次痛苦 也許只有哭 才能表達一個山村孩子 對父親的感激和尊敬 爸爸什麼都要一起幹 什麼都不累 只要你們好好地學習 爸爸就新年一起做了 去年寒假的時候 胡正瑤開始迷上了騎摩托車 飆車的刺激讓他上了癮 後來這時候不是節目嗎 他時候都不接 就是說後來他自己推出了 要條件 要給我買摩托車 一虎成那期嘛 不也要了4S嗎 到那兒也不要 他爸就滿心以為會不要了知道嗎 答應他吧 他肯定到時候沒準就不要了就這樣 我們這才明白 原來胡少爺之所以答應參加變形劑 後面還有這樣一場交易 但出乎爸爸意料的是 胡正瑤不僅要摩托車 而且是馬上就要 那不行 因為本來是假答應的 不是真答應的 結果父子倆又一次不歡而散 後來在媽媽的調停下 決定摩托車折現為3000塊錢 胡正瑤這才答應 繼續參加變形劑 何求平要去北京參加變形劑的消息 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遍了山裡 我爸沒有一個同學 相信我能夠去到北京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連招勇 就是我們爸學習第一都沒去 然後我怎麼能去得了呢 羨慕他是我們古地的大哥 你怎麼連招勇大哥呢 我們沒有人從來 沒有人去過北京 只有他一個人 校長老師對我爸爸說 我的命體他的好 然後我長這麼大 還沒出個四川呢 少年開始在自己心裡 描繪起北京的模樣 這座曾經遙不可及的城市 第一次距離他如此之近 鮮如雄梅 老師就想起按摩 要拉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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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的日子快到了 討厭上學的胡正瑤 也開始想像那即將到來的變形生活 首先得去搬幾件新衣服 來 四川 怎麼還沒出錢 我那天剛帶你買的這桌結好嗎 四川 四川 來 要拉鎖 要我一把卡給我 你那不還有一百八嗎 哎呀 我們 你那不還有一百八十塊嗎 大概多小時嗎 五百八 五百八 我們就把他去看 還沒了 我看我的天 你要上節目了 嘴唐 有什麼社會點的 怎麼叫社會點的 挖點了 哇 真是壽點的 這個必須得入手吧 不會入手 我的隊伍極給你 十分钟的采购 妈妈给的五百块钱就干干净净 胡振尧心满意足地走出了商场 接下来胡少爷还要去整个化景 你这是套的一个什么造型 窝的里面 哇塞 看一看 应该再高点 我还要踢个闪电 然后后面踢胡多砖要投行 你又往这儿往这儿给推了 和同学们的告别仪式 胡振尧安排了一天的时间 老二再见 爷爷 老妈 我走了 就走了 我会想你的 拜拜 拜拜 我会回来的 晚上是胡振尧跟几个死党月号狂欢的时间 他不希望被我们拍到 对于这个明显违反合约精神的举动 爸爸有办法解决 加一千 新年把绝约五两加多少 我会说不定 加两千 可以考虑啊 说一下 还可以多吗 不可以 不可以的 你要不干就算了 胡振尧开始动摇了 他躲到自己的房间 挨个给死党们打电话 哎 基本拍手 哎 我给你拉两千块钱 能配合一下 你要配合我一下吗 啊 这个人说通了 还要说第二个人 好麻烦 好麻烦 学校门我记得现代 我记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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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瓶要动身去北京了 把看在这个照片这里 看一下 汉堡两个面包 看这家是什么白菜 主要是C白菜 叫做沙拉 希望他连到动物园里去 然后让他把认识到的动物 全部告诉我的 我就想要在这边 让我这张动物园带过来 我也是 你都给我带过一张鸡票 我也就玩了 回来给我们讲一下那个 大师姐的意思 家里一位喝酒瓶的北京之行 热闹得像炸开了锅 要知道整个村里还从来没有人去过北京的 这是所有人的喜事啊 干杯 首先感谢 感谢 感谢 然后感谢 哥爸爸激动的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我们公园这个家乡的亲戚父劳 都为这火酒瓶到北京去带一个欢送 感谢你们大家 一晚 在藏家 西医庆的时刻 当然少不了热情的锅庄 酒瓶子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奶奶 她知道自己走了以后 八十多岁的奶奶一定会很寂寞 下山不要一个人去 然后有病了那些都要给爸爸妈妈说 不怕的 不要再去打出事 好的 再见 你要多处于自己的身体 我在北京会听话的 你就不要担心我了 在当地有一个封锁 家人出门远行 一定不能哭 更何况 这是村里面的大喜事 因为何久平去的 是藏家人心里最向往的地方 北京 新儿子就要到北京了 胡爸爸胡妈妈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 早早地来到机场等着 很少有人能享受胡爸爸机场接送的待遇 哪怕是生意上的重要伙伴 平常也只是公司员工接 我说我大概是平生是第二次 这是第二次 到机场来 我老爸头些年 第一次好多年前 大概有十年前吧 到北京来 我到机场来接过他一回 喝酒瓶的装束辨识度很高 胡爸胡妈一眼就从人群中认出了新儿子 胡爸胡妈的热情好爽 让何久平轻松了不少 除到北京的陌生感和恐慌渐渐地散去了 刚才你不是故者高兴不好 自我介绍的 我叫何久平 你今年十三岁 十三岁 初次见面 初次见面 这个专家 可能会有一些 在住房 乱坐的时候 我叫胡斌 是胡德瑶的爸爸 今年很大了 不说 这儿子好 挺开的 我喜欢 以后这辈子你就是我儿子了 知道吧 从见面的那一刻起 何久平的手就一直被胡爸爸牵着 再也没有松开过 对这个来自千里之外的新儿子 胡爸爸真的再次找到了当爸爸的感觉 喝酒瓶坚持让胡爸胡妈先上车 自己却不肯上车 把车门关上之后 还非得让胡爸爸把车子先开出一段距离 小小少年 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 让所有的人都莫名其妙 原来在何久平的家乡丹巴美人谷 当地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是靠旅游 为了感谢来自各地的游客 对家乡做的贡献 当地要求学生 在路上遇到来往的车辆一定要尽力 以表示对客人真诚的欢迎和感谢 何久平这是习惯成自然 虽然不清楚燕窝是什么东西 但乡下少年的淳朴天真和城里父母的热情爽朗一拍即合 他们的第一次相处 他们的第一次相处堪称完美 北京的午夜依旧车水马龙霓虹闪烁 这些从来都只是在梦里有过的场景 一点一点地提醒着何久平 这里已经是黎家千里之遥的首都了 他会在这里度过怎样的七天呢 中路小区门口全校师生正盛装以待 点懒猜ych习惠女子 像天尺那里 我应该会很近 为什么紧张 不知道 面对如此隆重的场面 在我们眼里天不怕地不怕的胡正苗 居然有點紧张害怕 十六条哈达就是藏族同胞 对一个从北京来的孩子 给予的无上热情 这出乎所有人想象的最高领域 让胡正瑶受宠若惊 喝了酥油茶 受了同学们亲手做的见面礼 胡正瑶的变形生活正式开始了 同学们对这位从北京来的大高个 充满了好奇 你为什么找中高 我也不知道 你见过大高吗 去过 你喜欢爱好品牌 玩喜和篮球 你知道你爸爸妈妈 是不是替你哭过吗 很多次 我也说了英语什么 做坏事 你成绩好吗 倒数第一 高哥你能不能说 英语给我们讲几句话 我英语握好他 轮到胡正瑶来 他似乎把自己定位在了来乡下视察的城里领导 盛情的招待 非常好 感觉这里比北京开放得多 什么都可以一样 说完这句话 胡少爷可能忽然想起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从自身来改变一下 回到自己的家里 能让父母看到悟通的一面 胡爸爸的车 直接开进了一家五星级饭店 满眼的眼花缭乱 满眼的繁花似锦 喝酒瓶酒酒不能平静 在胡爸胡妈的带领下 一家人走进了饭店包厢 天堂 在天堂的感觉 天堂 是的 对于生在偏远大山 每天满头青菜的喝酒瓶来说 这里的一切都在刷新他的大闹内存 在北京给你打个卡 你随时想来 我都给你把卡一打钱 你过来 如此直接的感情表达 显然又一次让少年不知所措 看着花里胡哨的菜单点菜 对孩子来说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贴心的胡妈妈 让服务员直接推来了 饭店所有品种的饮料 让喝酒瓶来挑 欢迎来 大高课胡正瑶 成了山村校园里的稀有动物 走到哪儿 都有一堆同学把他围着 被围观的感觉 让胡正瑶有点哭笑不得 上课对胡正瑶来说 依然是最无聊的时刻 不过可能是因为初来乍到 胡正瑶没有像在北京那样 无法无天 终于挨到下课了 胡正瑶如释重负 桃一般地出了教室 等到上课令再次响起时 胡正瑶有点失去耐心了 我弃圈 我弃圈 太无聊了 没意思 我只能坐着 你年纪的东西你不会 在我们的劝说下 胡正瑶拖着沉重的脚步 急不情愿地走向了教室 一定要慢 教室门口 老师正静静地等着他 第一次走出大山的何九平 不知道城里的楼有这么高 不知道原来回家还要坐电梯 不知道进门还要先换鞋 也不知道他带来的小碑楼 该往哪里放 胡妈妈看出了新儿子的尴尬 直接带着何九平 去了早就没他准备好的房间 这是你的床 这有电脑 你写作业可以在这写 然后上面有好多书 你可以自己拿来看 从机场回来就走这条路回来 看到没 这是北京的三环 站在窗前 看着楼下的霓虹 何九平久久不能平静 他突然想起还带着好多礼物呢 这个里面的 这个是鸡苔 这是蘑菇那种帅干的 哎呀 太好了 也不错 也太多了 这个是花椒 你看那花椒好香啊 何九平一样一样地拿出 从家乡带来的特产 这是如何去具体介绍这些礼物 何九平犯了难 结晶根子就是出零一粒 然后就 羊路就是爬爬的 就有点稀赖中车 想到何九平奔波了一天 古巴胡妈赶紧安排着 给他泡了个热水澡 这边是热 这边是凉 打到中间是正好 然后这个洗头的 然后这个是洗身体的 胡爸胡妈不止一次 想象过新儿子的样子 新儿子还是带给了 他们意外的惊喜 还是蛮有缘的 真的 也就是上天注定的 没办法 坐了一会儿 胡爸爸有些不放心 又去到浴室看何九平 儿子泡完了吗 会不会露 他不会露是吧 把他打湿 有毛巾打湿 有毛巾打湿 对 这个 把老大打湿吧 你也得好好洗 你先这样 我现在给你打湿再泡一会儿 泡一会儿之后呢 然后一会儿爸爸给你戳戳背 好吧 这一幕 看得真让人眼热 外表豪爽醋狂的胡爸爸 原来也有如此细腻的一面 对我很好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感觉和我自己的亲爸爸 亲妈妈是一样的 这个要做的 不够 晚上睡觉就穿这个衣服 所以叫睡衣服 晚 晚 也许是太累了 也许是床太舒服了 何九平很快便沉沉睡去 睡梦中的她会回放这一幅幅 无比新鲜的画面吗 这些画面又会永远定格在她的记忆当中吗 到吃中饭的时候了 在学校食堂吃饭的学生要提前报餐 不在食堂吃的会从家里带饭来 胡正瑶既没有报餐也没有带饭 只好听着肚子唱空城记 同桌的绒布不声不响的 从家里端了一大碗饭过来 多么可爱的绒布啊 吃香料好吃 够了 看得出胡正瑶 有一个充满活力的胃 也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 我太爱你了 这个怎么办啊 先放在里头吧 不可以吧 有什么不可以的 多么勤快的绒布啊 胡正瑶有点不好意思了 就是如此简单 这些简单的事胡正瑶在家里偶尔也做过 不过那都是明码标价的 都从爸爸妈妈那里领取了不菲的报酬 人高马大的胡正瑶很快就有了新的称号 老大 老大 老大胡正瑶很快就找到了当老大的感觉 只要不上课 他还是很愿意跟同学们打成一片的 从北京出发时 胡正瑶带了一千块钱 一路上花下来 现在也已所剩不多了 三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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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 一贯大方的胡正瑶 想用成立人的方式 收服同学们的心 十六 男生有十六 五六七十六 十六十六 八四六八十十二十 男生就发了 我看我看你 我看你 你叫我看我 小步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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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我看你 你叫我看你 你叫我看你 小步交给你 想对她说什么 借信 不要浪费钱 不为姓儿子花点钱 似乎不能表达成立妈妈的爱 第二天一大早 胡妈妈就带着喝酒瓶直奔商场 小伙子以前一年试过的新衣服 也没有今天一天多 大气的胡妈妈将和酒瓶试过的衣服 找单全收了 妈妈 这买整个衣服花了多少 多少 没有多少 多少 多少 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的 胡妈妈知道自己说出那个树木时 喝酒瓶肯定又久久不能平静了 但没想到对那个树木的想象 还是冲击了山里孩子的心灵 妈妈 这个就买便宜一点了 一番精挑细选 胡妈妈选出了一双她觉得最漂亮的鞋 不过这一次 和酒瓶却没有听妈妈的话 不是妈妈 我干了这个420块钱 你要看妈妈画才喜欢你 我画的 我画的 你试一下 不一定要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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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第一次表现出了固执和健康 坚持 我已经有一双了 为什么还要一双呢 而且 再买一双 而且不那么贵 我妈 爸爸要他 很多时代的才买这样一双钱 你要是不花到你破产 都不会罢休的 买了新衣服 剪了新发型之后的何酒瓶 让人眼前一亮 你还能把眼前这个阳光帅气的小潮男 和那个在山林之间 跑跑跳跳的孩子 联系到一起吗 这仅仅只是外表的改变 还是何酒瓶真正变形的开始呢 下午 胡正瑶第一次找到校长提要求 没事 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就不想上课吧 不上课是吧 明天到奶奶家里面去盖农活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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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枪撞死在这 想到还要上课 胡正瑶有点抓狂 幸好下午是电脑课 老师很聪明地把胡正瑶推上了讲台 今天这堂课我交给你来上课不可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在外边 手玩的东西 就微博 你教一教同学们 微博怎么玩 好像先打开网页 是的 打开网 师傅那个网页 在城里 胡正瑶都是在台下偷偷的玩微博 何曾如此堂而皇之 趾高气扬呢 有什么问题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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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胡正瑶第一次当老师的紧张 一点一点地退去 他不断地把自己认为最有意思的东西 从网上找出来 山里的孩子们大开眼界 这节课 胡正瑶上得津津有味 他甚至第一次觉得下课有点太快了 但是这种好心情放学后似乎荡然无存 难道他是害怕回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吗 去新家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没意思 为了迎接这个城里来的新儿子 喝酒瓶的爸爸 已经在校门口等了一个小时了 吐辣机是和爸爸专门用来拖石头用的 接人还是头一次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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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烫了吧 欣喜的和爸爸还特意买了一箱矿泉水 很快 胡正瑶就领教了这个豪华作家的厉害 在崎岖的山路上 吐辣机点得他屁股都快成了两半了 妈呀 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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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过了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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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和奶奶来说 这个成立来的孙子 无疑就是传说中的高帅富了 谁有 高 嗯 你两个丑干什么 好 这么丑啊 嗯 有点拼起来 安顿好住处 胡正瑶开始四处转悠 他在简陋的厕所前 犹豫了一会儿 鼓起勇气 掀开帘子 看了一眼 我宁愿随地打条片 很快 胡正瑶又硬着头皮回来了 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什么感觉 别的口气 全是苍蝇 还有蜜蜂 把我吓得 和酒瓶也有点受不了 因为没有一个玩伴 细心的胡妈妈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她特意领着小酒瓶到楼下的小区去透透气 和酒瓶 和酒瓶似乎对打篮球不是很有兴趣 他一个人拿起滑板 躲到了角落里 幸好这几个小朋友拿出了北京欢迎你的热情 主动过来跟和酒瓶打招呼 他们都知道变形技 更知道胡正瑶 认识 认识认识 胡正瑶 胡正瑶就是我们学校的 初一到初三 没有一个不认识 不知道对于胡正瑶有如此之高的知名度 胡妈妈是该高兴还是难过 几个小伙伴卖力地劝说着和酒瓶一起打篮球 可是和酒瓶丝毫不为所动 墙边的一棵大树引起了何酒瓶的兴趣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爬上了树 在这样的游戏中他似乎找回了自信 或许相比起满城里的这些洋玩意儿 爬树更让何酒瓶觉得舒服 更让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在树上离天空最近 也让心更贴近着那个遥远的家 和酒瓶飞顺下树 伸手堪称矫健 只是他忘了心痛 这身价值不菲的新衣服 没有了手机没有了网络 胡正瑶很快就陷入了肚致如年的焦灼 这次变清季开拍以来 第一个刚到 就喊着要回去的孩子 他甚至开始跟我们谈让他回去的条件 一个小时行吗 什么一个小时 闷在那个臭土里一个小时 然后呢 让我回北京 不行 我不要 我要疯了 看到胡正瑶情绪不太稳定 何爸爸主动跟他聊起了天 在北京两个公司多难呀 是的 你也认为爸爸很苦 那他就很难 他就是东四的孩子 让我们意外的是 两个人居然聊得还挺投机 你打过你孩子吗 什么 我打过你一次 打过孩子 以前他调皮的时候 哪个孩子 我到底还是 和爸爸的安抚起了作用 胡正瑶暂时抵抗住了想回北京的冲动 夜幕降临了 山村的夜格外寂静 这让胡正瑶感觉有点不习惯 我害怕 我害怕 这窗户刚自己开了 你怕什么 我不是怕了 我怕 你怕 那我关掉行吗 行 关掉 好 你最想和谁互换生活 关机L加你享受的话 到1066-9588-208 抢到快乐编码2014 即获iPad mini一台 变形机由不怕晒晒不怕美肤宝防晒系列冠名播出 神村生活 让胡正瑶狂造官 上演疯狂大逃亡 关了 关了 我不怕 关了 我规集园放 Sahagi Twitter 别 ramp 在换 畢成 拍手 提高 卑士 又在卖五大学去什么 没有了手机 没有了网络 胡正瑶很快就陷入了 肚子如年的胶着 想架了吗 太无聊了 太无聊了 你有本 今天晚上一直哦 你哦 好无聊啊 我要回北京风的 这是变清季开拍以来 第一个刚到 就喊着要回去的孩子 他甚至开始跟我们谈 让他回去的条件 一个小时行吗 什么一个小时 闷在那个臭土里一个小时 然后呢 让我回北京 不行 我不要 我要疯了 看到胡正瑶情绪不太稳定 和爸爸主动跟他聊起了天 在北京养育公司多难呀 让我们意外的是 两个人居然聊得还挺投机 你打过你孩子吗 我打过你孩子吗 我打过你一次 打谁呀 打过孩子 以前他调皮的时候 哪个孩子 我大的孩子 和爸爸的安抚起了作用 胡正瑶暂时抵抗住了想回北京的冲动 夜幕降临了 山村的夜格外寂静 这让胡正瑶感觉有点不习惯 我害怕 我害怕 这窗户刚自己开了 你怕哪吗 我不是怕了 我怕 你怕 那我关掉行吗 行 关掉 好 山村的早晨 似乎要比城里的来得更早些 吃过早饭 和爸爸就送胡正瑶去山下的学校 不开拖垃圾啊 怎么做拖垃圾 你必须要吃热啊 下午晚了 今天我来以后要接你 以后就自己要吃些热啊 和爸爸把胡正瑶送到学校门口 就回去干活了 刚进校门的胡正瑶却突然变卦了 正在校门口的荣布和几个同学 赶紧一起来劝他们的胡老大 我快走啦 胡老大 坚决不上 太无聊了 不上 太无聊 反正还要睡下课时间啊 不上 没意思 不上 今天那数学什么破逼课啊 妈 我坐了四十分钟 我都睡着了 胡正瑶丢下几个同学扬长而去 他再次跟我们提出要回北京 终止 行吗 不让我回北京吗 求你了 不行 我可 我要回北京 走吗 他开始倾泻心里的种种不满 我妈妈第一天就受不了了 我都要疯了 什么地方让你疯了吗 学校 学校 压里太破 靠 这根本是人住的地方 我都算受不了 你昨天晚上睡得蛮好 因为太累了 下了班 顾不上一天的劳累 胡爸爸兴致盎然地带着和酒瓶 去参观一下著名的鸟巢和水利坊 2008年奥运会的那个开幕式 知道吗 就在这儿挤办了 来 来 给儿子上天 你看 它整个这个 就像个鸟窝一样 算叫鸟巢 知道吗 何久平只在树上看到过鸟巢 同样是鸟巢 怎么差距这么大的 鸟巢这么大 得有多少人呢 这里可以容纳大概十万人 看着身边的小朋友 都在玩夜光飞碟 胡爸爸坚持也要给何酒瓶买一个 别人有的 自己的孩子也要有 这是胡爸爸最典型的风格 虽然这是一个新儿子 一 二 三 帅我去 你来吧 看牵手 一 二 三 小时候胡不羊就这样子 你得带出来 现在不是我们玩了 带我们玩 带我们玩啊 胡爸爸此刻的心情我们无法揣测 但是那一生 现在不带我们玩了的叹息 却让我们感受到了 他深深的失落 现在的胡爸爸 只能去回忆儿子曾经乖巧地 依偎在身边的美好画面 上课的时间早就到了 胡正瑶仍然吵着要回北京 编导们以极大的耐心在劝说着他 半个小时后 我们的努力似乎有了一点成效 胡正瑶虽然极不情愿地 还是向学校走去 不巧的是 学校大门已经关上了 这种暗示再次激怒了胡正瑶 狂躁的少年把路边的石子和围墙当成了仇人 为了欢和他的情绪 我们让他打通了妈妈的电话 显然胡正瑶从电话那头 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挂了电话 他的情绪开始更加难以控制 咋的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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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你不赢呢 拍拍 你别动气啊 哎 过 哎 我不拍我不拍 关了 我不拍我不拍 关了 我不拍 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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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拍变形记以来 还没有哪个孩子 在节目刚开始就有如此大的反应 我生气你爱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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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气你爱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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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气你爱拍我 一场歇斯底里的发泄之后 胡正瑶似乎有点累了 我们的编导又一次走进来 试图劝服她 我早要回去 晚上我必须回去 我现在就要回 不行 现在必须回 缓锅进来的胡正瑶 再次冲出了我们的视线 他想干什么呢 我们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又吃了一惊 难道他真的打算一个人回北京 听到消息的荣布从学校赶了过来 面对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胡正瑶 小胖子很想用那天一晚饭的交情来打动他 但是显然胡正瑶根本不给他面子 经过学校门口的时候 班上的同学竟然都在等着他 谁敢在卖人我打谁去呢 十几里山路 不知道是要考验我们的耐心 还是考验胡正瑶的决心 这个平常走十分钟路 就会喊累的少年 居然在炎炎烈日下 来了一次负重行军 两个小时后 我们在近县城的桥头拦下了他 又渴又累的少年 终于肯坐下来跟我们说话了 在我们的劝说下 他答应先回我们的宾馆休息 一进房间 胡正瑶就发了一条微博 很快 一直关注他变形生活的网友们 开始评论了 暴风雨过去了 胡正瑶又恢复了平静 拖着行李 走十几里山路 把他的脚后跟都磨破了皮 这个娇生惯养 似乎吃不了一点点苦的孩子 在这次逃跑过程中 却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体力 还潜藏着一种 让人惊讶的力量 接下来 他还会有什么惊人的举动呢 变形既由不怕晒晒不怕 美肤宝防晒系列冠名播出 山里娃走上高尔夫 冷落新朋友 这个小孩太普通膜 12个吧 大老远跑过来 鸟都不鸟 太可恶 面对友情的危机 山村少年如何应对 我说不是说不是 细皮嫩肉的城里孩子 烈日下接受考验 是怎样的感悟 让城市少年真情勃发 我回美肌宝争取 每科都第一个奥业 是怎样的感悟 让城市少年真情流露 我把任务回来行吗 我第一次 有这么多人为我 把人流泪 吴老大 新年纪 这世界 总是有很多不同 我们也有 不怕晒 晒不怕 美肤宝隔离防晒系列 对一步 总会害过天空 了解比拒绝 更容易沟通 伸出你的手 抛开主管 试着接受 但悲伤在心里 永远不停留 如果换一换 试着走别人的路 也许能明白 有些事该要满足 经过那些无处 经过那些无处 我们学会在乎 学会珍惜从前 来自不易的幸福 如果换一换 站在别人的角度 也许能明白 有些事自己孤独 用心去看清楚 稍后请收看 《变形记》 告诉命运 我们没有输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